這條鯪魚算是比較大的鯪魚 算大,這條是土鯪魚來的 平時我們吃的鯪魚是否一定是把肉取出來 然後剁成鯪魚滑呢? 這條鯪魚是一斤三兩,這條鯪魚是最好的 這條鯪魚是不好的 不好的,是肉解的 質方面不適合怎樣呢? 因為肉質變老了 沒那麼彈 首先將它中間,因為它是厚的 不斷湯一刀,不要湯太深 是 這樣就可以了 靠湯,我們今天是甚麼做法? 今天就簡單了 油鹽蒸嗎? 只是油鹽蒸,千萬不要放薑 為甚麼? 因為鯪魚放薑,肉是會霉的 那它不會腥嗎? 是呀 你放心,一蜜就自一蜜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你只拿鹽 我不要它 沒錯,只拿鹽 擦一擦 擦一擦 擦了就不腥了嗎? 它不是不腥了 它飄了血水出來之後再蒸 生熟油淋完之後,魚就不腥了 哦 水質有其他方法去處理 明白了 這樣,先把它處理好 肚子也要塗一點 哦 要 千萬不要偷工減料 要塗些蔥在肚子裡嗎? 蔥可以塗一些進去 但待會你要拔出來 那蒸一身的魚 它會有香 肉又橫 因為有鹽 正 這樣捉勻它 阿春聽你說的 把蔥放進去 是 放在土裡 大蔥就好了 沒有放薑 然後呢 蒸之前在表面 灑點油 放一點油 放一點油 千萬不要限制 這個叫生油 知道嗎? 是 少許油 嗯 這樣就大火蒸 多久 這些鍋頭蒸 六分鐘就足夠了 好 鯪魚 有多漂亮的鯪魚 你看 嗯 嘩 切了之後 會發現它吃背脊肉更方便 這樣就一個人可以入味 而蒸的時候 時間又不會太長 嗯 花生油這麼香 嘩 這裡全部都是土雜花生油來的 很香蒸喉 我覺得 這個菜除了魚要漂亮之外 其次就是油 嗯 油一定要漂亮 而且還要表揚 就是蔥絲 特別我剛才吃過腩胃的時候 蔥香味 它不會遮蓋了魚的鮮味 它是加分 我為什麼要吃腩胃呢? 因為剛才我吃背脊的時候 鯉魚這麼多骨 嘩 全部都是小骨 鯉魚這麼多骨 鯉魚這麼多骨 反而骨多的魚 它是特別鮮的 質魚 包括質魚 煙魚 它除了這樣蒸 它可以用來 順德工 洋鯉魚 就是洋鯉魚 用這些規格就最適合了 所以我就說 其實 你知道 鯉魚球 對於順德人來說 是一個比較 標誌性的菜 沒錯 所以它的要求 真的很高 連我覺得這個魚 已經夠滑、夠嫩 但它的肉 都還未夠彈 對於做鯉魚球 這個菜來講 但我覺得可能有些其他故事說 就是因為鯪魚太好吃了 所以一定要選擇最美的 比如說要這麼大條的養足一年才可以用來清蒸 如果你撈起來小條的鯪魚 為了不要浪費牠 就把它做魚畫 應該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小條又適合做魚 但大條如果做魚畫就浪費了 沒錯